問題就要先找到那個規則性 所以解決問題之前你要先找規則性 然後再來就是找到它的可能它可以拆成幾個部分 慢慢去解答 那你再把那個問題像剛剛我們是什麼 index 部分是先把那個表格部分先做出來 先做什麼先做那個表格 1到32的表格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利用index 再去做切割 所以其實是分成三階段喔 其實這一題也是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可以先怎麼樣先in 這個地方的話可以 拿剛剛的index 其實剛剛不是有個current current跟road這個current跟road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可以先拿它 來參考 OK 那這地方的話我可以Ctrl C 把這個公式拿到哪裡了先in 那這地方 加個等號 因為它前面等號沒有 它都有點多一個 就是一樣是4的倍數 不過它是1開始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2開始 有沒有 B2到 B33嘛 2到33 所以 我今天的話可以把column部分 減掉多少呢 本來減3嘛 現在應該減多少 減2不就好了 減掉2之後我看一下 2到33OK嗎 等一下 OK了 2到33就出來了 那2到33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已經具備好第一個要件 應該是哪一列 前面都B嘛 第二個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一樣再把它剪一下 放在那個剛剛用過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index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先串一個b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串接 b欄 然後and 所以這邊的話呢 先輸入一個b 然後 再一個 and的符號 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貼到後面就好 OK 它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數字 先轉成文字之後 再跟and串接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 先抓到2嘛 所以 b2就產生了 那b2產生之後的話 你按確定之後 向右 向下 全部抓到了 一樣把這四欄選起來 點兩下 OK 那我們就把 有沒有 其實做法index 跟index還蠻像啦 我感覺好 index index 好像 它的公式短一點 好像有短一點 有沒有 index的話 如果算長度的話 index好像比較短一點 ok 那 主要原因是因為 前面它就是 藍的話就b啦 b然後 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一招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我要怎麼樣呢 把前面的東西切割的話 那我們這個地方其實也可以用mid 一模一樣 不過 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不要mid啦 我用別的啊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用 可以用replace replace replace意思說我要把 前面幾個字 刪除掉 取代喔 replace是取代嘛 但是我這裡是取代 取代拿來用成刪除 刪除掉前面的字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這邊是用replace 然後底下是mid啦 看一下我們那個 對 在index我用replace喔 那replace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換一個方法喔 一樣的 去除前面的 那我不用mid的話 我可不可以用replace 可以 但怎麼做喔 第一個一樣把剛剛的公式剪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到 文字類裡面找到那個replace 因為文字嘛 取代喔 所以你找到那個replace的位置 replace在這裡 按個確定 不過replace 就是喔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mid其實三個引述 這個有四個引述 多一個 啊當然一樣啦 就是填空體啦 其實 函數喔 真的要把它學好 就是你要看懂 他問什麼問題 那你給他對的資料 他就ok了 所以第一個他問你說 order test 而且喔 其實你會發現喔 他後面都會告訴你說 我要的是一個文字 我要的是一個數字 我要的是數字 後面都有敘述喔 有沒有 所以我要的文字就是剛剛那一串 貼上 好 給他了 就是 那一串的話 其實就是把什麼呢 入職時間冒號抓出來 不過這裡喔 mid會顯示 但是 replace 它不會顯示 這比較麻煩 那 star number 就是說 其實這裡我是要把 從第幾個字開始 刪除掉的 刪除喔 所以我要從第幾個字刪除呢 從 入職時間 冒號 所以從 第一個字開始 那我要刪掉幾個字 由誰決定呢 入職時間有沒有 所以其實也一樣的方法 找到LEN 前刮弧 去找到D1 後刮弧 那一樣喔 把那個什麼 D1那個 的前面加一個 鎖的 1喔 前面加一個 那因為我 算出來的話 有四個字 所以還有冒號嘛 所以記得怎麼樣 加 1 意思就是從第1個字到第5個字 當我取代成什麼 沒有 沒有的話呢 下面這個格子 沒有的話 在 Essal裡面怎麼表示 沒有文字喔 就是 空字串 是什麼呢 兩個雙以後 OK 這樣就完成了 意思說我給你一個字 那你幫我從第1個字到第5個字 變成 沒有 意思就是刪掉的意思啦 欸 這樣就OK囉 所以後面如果兩個字 就是後面的也是一樣 他會抓上面幾個字 再把冒號去掉 做完之後按確定 再向右 再向下 結果有沒有 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喔 就是 去除那個前面的標題名稱喔 有 至少兩個方法喔 當然還有第3第4第5啦 不過我是覺得後面幾種方法 用Find函數喔 太麻煩了 所以我沒有考慮啦 所以 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Mid 一個replace 這都是算我是覺得相對簡單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 Mid簡單一點 因為Mid只有 三個格子填資料就好 replace要四格喔 但是其實不管幾個啦 反正你只要看得懂 他前面問什麼 你給他對東西 答案就對了 所以慢慢要習慣喔 他問你什麼 你給什麼 對不對 這樣其實就可以 很好的互動 好 那再來的話就把這四個欄位呢 一樣把它 自動調欄關 就OK了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In the red 然後配合replace喔 In the red 配合replace 那最後的話呢 再想想看VBA啦 VBA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後來發現喔 如果用VBA來做的話 可能還更快一點 不過 難度是有啦 只是說像 以後如果你們習慣 寫VBA之後 你會發現喔 很多問題乾脆直接寫VBA算 管他要什麼函數 不會函數沒關係啊 直接寫啊 For i 等於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j 等於哪一列到哪一列 把資料幫我搬過來 就OK了 就是寫那個對應的回圈 然後把資料搬到你要搬的位置 那結果就OK了 那只是說怎麼做啦 待會我們來看 其實 寫來寫去喔 都跟之前寫的方法差不多喔 一定是For i啦 頂多是For j 因為這邊是一個格子 就跟99層發表一樣 會多一個j喔 那你只要告訴他 我的哪一欄哪一列 裡面要放什麼資料 從那邊幫我搬過來 如果你這些概念有的話 反而 寫VBA會比較簡單喔 OK 不過也許喔 可以試試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喔 怎麼樣 把 剛剛一樣的概念喔 把它轉換成 用VBA來寫 這個寫法跟那個interface 有點像喔 待會來看一下喔 謝謝